江母仁长达23年的独裁统治 你知道他签进了多少美国侨约吗 且请我一一道来 1928年日寇制造了济兰大屠杀 近两万中华同胞 惨死于日寇之手 江母仁与日寇签进了丧权入国的济兰灾案协境 中国外交官蔡公施和济兰伤亡命中 已成过去白白牺牲 日寇只是撤走了在山东的驻军草草书场 1932年日寇进攻上海 江母仁不仅不给十九六军以任何援助 还拒绝调动江北部队区支援抗战 在列强的敲情下 江母仁与日寇签进了屈辱的疏护侵占境 不仅将上海的主权割让给日寇 还完全葬送了十九路军英勇抗战的成果 1933年长城抗战进行中 宋哲元等部队已经取得了一径的抗日胜利 可江母仁却于日寇签进了唐沽协境 承认了魏满洲国的独立 以日寇对华北的控制权 并下令解散了抗日托盟军 1935年江母仁于日寇签进了河梅协境 取迹河北省的反日团企和反日活动 放弃了华北的主权 1935年江母仁又与日寇签进了秦土协境 使中国丧失了查哈尔省 百分之八十的疆土和主权 1937年七七事变后 日本不仅攻占了平津 还对中国首都南京 制造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在此期间江母仁借向日寇支付 薪酬桥约中对日赔款 直到1938年不与民族的压力 江母仁才放弃了支付薪酬桥约中的对日赔款 总结石的立场上 指责八路军抢夺胜利果实 那是心态偏了日本人投降了 大家都抢谁离得近就得到的多 问题要问为什么共产党距离日本人近呢 事实上他们一直就在日本人的身后 随时准备袭击日本人的 日本人突然投降最先拿到枪的当然是八路军 这没什么可说的 抗战胜利蒋介石坐享成功和领袖的荣誉 中国派出的大法官差一点修分的倒海自杀 作为战胜国蒋介石没有争取任何国家利益 美国人扶他他都不上墙 如琉球主权和日本驻兵都不要 他对这些不感兴趣把这些廉价卖给了美国人 换取美国人的枪炮打内战 为了打内战他把外蒙古出卖给了苏联人 为了打内战他赦免日本战犯 把钢村宁次奉作顾问 除了他的小集团利益 在他心中压根就没有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 你心中的国民党在民国十几年就已经死了 你现在看到的不过是尸体腐烂的过程 我和某人当年在广州没有被炸死 只是运气好 广州炸了一年多 不要说防护火炮 有高射机枪吗 没有 有一个人在做事吗 没有 今天的重庆 就是当年的广州 重庆有防护火炮吗 有一品高射机枪吗 这样下去 还有任何的希望吗 好 好 是